走在日本的街头,经常会发现一个特殊的地方,那就是许多长相漂亮的少女,她们都会站在街边,这些人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称号,那就是神代少女。 这些女孩一个个穿着打扮都极其的卡哇伊,看到就让人挪不开眼睛。 但其实这些基本上都是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,她们手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钱,而且和家庭闹掰也不愿意回家。 于是就在日本的大街上发布求救信息,希望能有神明能够来搭救一下自己,为自己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餐饮。 大家好,我是老杨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大家点个赞并关注下吧,谢谢了。 这些未成年少女希望神明来搭救自己,但问题是世界上真的有神明吗?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别说是神明了,就连好心人都是屈之可数。 在日本,就有一部动漫专门反映的是这样的现象。 这一个动漫表示,当时一名男主收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,不过幸运的是,这一名男子是一个好人。 把这一名少女收留回来后,从来就没有对她动过非分之想,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在外边流浪十分的可怜,但这样的现象也只存在于动漫当中。 在现实生活中,恶人数不胜数,毕竟天下没有免费午餐,这句话可不是说着完的。 在日本就发生过很多起这样的事情,当时这些所谓的神代少女在街头,然后遇到了一个油腻大叔, 油腻大叔选择了里边长得最漂亮的一个,然后把他带回自己家里,好吃好喝地服侍着他。 就在这一名女孩以为自己遇到了所谓神明的时候,这一个油腻大叔的本性很快就暴露了出来。 他把这一个女孩带回家,肯定不只是让他跑过来做家务,而是想要和他深入进行交流。 而且这些神代少女,她们的长相都是比较有智能感的。 这一点也是许多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点,她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这些少女发生一些不正当的关系。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,她们把这些所谓的神代少女当成自己的宠物来消遣,供自己享乐。 从这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究竟有多么的变态,竟然会选择用这一种方式。 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女又怎么可能抵挡住一个中年男人呢? 在这一个中年男人的诱惑下,很快她们俩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 在刚开始,这一名女子还以为男子是真的喜欢自己,但很快男子把女孩玩意之后就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家门, 然后这一名女孩没办法,又只能继续干这样的事情,期待有一天一个人能够永远地把自己带回家。 而且现在日本还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行业,那就是让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站在街头, 然后去迎客,有一些风俗行业的广告也在叫嚣,这一个行业有着相当的收入高, 每天能够日入十万,这也真的让人很难不心动。 有一些赚不到钱的年轻女孩,她们就会想这样的办法,然后去触碰道德的底线, 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。 要知道,一个人只要跨越了底线,那她就会随之堕落,慢慢地她变得毫无底线, 整个人生也变得极其的黑暗,甚至是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但有一些女孩,由于家庭条件实在是太落魄了, 她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一些钱, 而且这一个方式也让不少人从中看到了利益。 男人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,而女人的话又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 很快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变得越来越迅速。 这些所谓的神代少女,她们也变成了用身体换金钱物质的女人。 面对外界的这一些生意,她们只能不理会。 因为日子实在是太贫穷了,这一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频繁, 在日本繁华的街头,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子, 打扮得十分的光鲜亮丽,然后举着一块牌子期待自己的神明降临。 一些女孩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省吃俭用购买而来的, 她们知道只有打扮漂亮才能让男人看重自己, 但实际上,她们的口袋里早就已经身无分文了。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打着这样的口号,然后来拉生意, 在日本甚至还有专门的一条街,从事的都是风俗行业。 对于这一种现象,日本人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他们一点都不计较,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。 而且在日本这一些风俗行业只要不太过分的话, 国家是不会去处理的。 这也使得这种现象在日本变得十分的频繁, 网上还出现了许多的神代少女攻略, 比如说什么地方这种少女多, 还有什么地方少女长得更加漂亮, 又或者是价格多少钱, 更有一些地方一条龙服,把神代少女给找好, 然后还能避开警察,压根就不需要想其他的事情, 其实来到这个份上的话, 神代少女的概念早就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, 他们不再是最开始的那种理念, 已经和风俗工作者一样了, 还有不少人觉得他们成为专业的工作者, 或许也只是时间问题了, 这时候肯定有朋友想问, 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找一些正规的工作, 这样不就不要出卖身体了吗? 毕竟出卖身体是一件很恶心事情, 为什么非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作践自己呢? 这就和日本的就业环境有关, 日本有着相当奇特的雇佣制度, 许多的公司为了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, 他们雇佣的全都是一些非正式的员工,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临时工, 这些临时工他们的生活压根就得不到保障, 但工作量确实和正式工一样的, 公司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办法, 那也是为了节约自己的成本, 这些临时工他们的工作量相当的大, 但赚的钱却少之又少, 而且每天在公司干活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, 他们十分害怕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就被开除掉, 而且公司在招聘人的时候很少会招聘女性的打工者, 公司在这方面存在很强的性格歧视, 就算是招聘女性打工者, 招聘的有将近50%的人全都是临时工, 这些临时工每天过得比谁都惨, 而且日本当年受到经济泡沫的影响,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, 他们的经济发展还是不容乐观, 在这30年的时间里, 日本许多打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升高, 反而还在不断地降低, 但在这个过程中, 他们的消费水平却在不断地变高, 这也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, 日本现在的消费水平已经能够和欧美国家来比较了, 所以在日本干活的这一些临时工, 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压根就没办法养活自己, 连自己都没办法养活, 就更别说养活那一些家人了, 许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, 他们甚至想要填饱肚子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 在这样的发展之下,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着从事其他的工作来提高自己的收入, 现在来看的话, 日本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了900多万, 国内的贫困率接近40%, 许多的人为了能够节省成本, 甚至还直接住在了网吧里, 其中有50%的人全都是女性, 她们没有过人的本领, 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 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? 有一部分人会直接看透人生, 既然赚不到钱, 那就不赚了, 直接回老家, 然后躺平, 但也有一部分人, 她们身上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, 为了能够让自己来钱更得更快, 同时也为了分担家里边的压力, 她们选择了做圆交, 当时在东京贫困女子里边就写到了一个女大学生, 为了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, 她们开始当起了神代少女, 在大街上出卖自己的身体, 这样的现象, 她是没有办法的, 因为父母没钱, 而且家里边还欠了钱, 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, 学业肯定会报废, 而且时间和学习是没办法兼得的, 最终她选择出卖了自己的身体, 在这样的情况下, 日本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落后, 你觉得在未来日本能够改善这一种现象吗? 欢迎在下面进行评论, 点赞, 关注加小铃铛,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